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是Mizuno Pro Order Spike 我紹介紹一下 各位球員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Mizuno Pro的棒球釘鞋 那釘鞋這雙釘鞋大概已經是他都訂製了 應該是第五雙吧 第五或第六雙 以美金龍的釘鞋來講 G1的選項就會稍微比較少一點 那這個球員他是直接選擇Mizuno Pro 那他基本上他是打棒球為主啦 所以他釘著這雙 就是直接釘著他的鐵釘的底 鐵釘的底 那配色呢 他自己也是蠻有想法 基本上就是呼應他們某大學校友隊的配色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白色黑色 其實蠻簡單的喔 白色黑色 因為他們的球衣應該也是這個顏色 就是白色黑色 然後再點綴一些 點綴一些橘色的線條 橘色的線條 橘色的線條 然後在冰鞋的後面呢 他有刺上一個自己的背號 13號 13號 冰鞋是可以刺繡 其實蠻多人都會刺的啦 那如果說沒有刺姓名 至少也會像他這樣 刺一個號碼上去這樣子 刺一個號碼上去 那他選擇是比較傳統式的 是綁鞋帶式的 綁鞋帶式的 打開一下 然後他在定制的過程中呢 其實沒有太多 應該說我們沒有花很多時間討論這整個細節 那因為他本身他的腳比較寬 那他這雙的尺寸是27公分 那在炫頭方面呢 我們特別把它稍微再加寬 因為一般是11 一般是11 11 那這一雙的定制解型是3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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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1 那如果說你的腳是屬於比較寬的人 你也可以在定制的時候呢 最後面呢 你可以把選項拉到對應的寬度 對應的寬度 如果說你覺得一般市面上的釘鞋 你都覺得太窄 太窄 那基本上 定制釘鞋也許可以解決你的困擾 但是他的價位就是會比一般市面上亮三天鞋更高這樣子 更高這樣子 那簡單來講啦 如果說你的預算 沒有到那麼的高 那你坦白說 你也不一定要只上MP Vizel Pro這個等級 如果你的對配色 對細節的要求 對配色 對材質的要求 沒有那麼吹毛求疵的話 那基本上可能GE的選項就可以滿足你 那GE 阿兜之前也有實際有魔國球 就有定制的GE的釘鞋其實品質也是非常不錯 基本上品質來說並沒有因為它是GE這個等級而大折扣 那只是說你在材質 鞋底阿還有顏色的選擇 確實是會少一些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釘鞋開箱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有想要釘子釘鞋或是你想要 把這張釘鞋的尺寸來配色看得更清楚的話 也歡迎你參加阿兜賣場 我們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就位我們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阿兜的影片 也請你幫阿兜點讚分享跟訂閱阿兜的頻道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見囉 掰掰